大家好 大家好 在请想 田忆师傅身处哪个位置 这几日 田忆师傅拍了几集关于Novo 子澳的介绍 有网友表示有兴趣 想进来买一些studio一房的单位 不过根据代理说 一房的单位真的很爆 我估计现在日飞已经买不到 可以考虑两房或者三房的单位 Nofolain买得这么好 可能和田宵也有关系 因为我连续拍了四天的节目 介绍这个Nofolain 当然我自己相信 那个原因是因为 收红机的价格很便宜 低于二手价格 所以吸引很多人 进来入飞、餐馆等等 如果万一你入飞 是抽不到 买不到你心目中想要的studio 一房或者两房单位 其实不怕的 整个天梳围、屯门、元朗 大把二手项目 是适合大家的选择 价格也非常competitive 比如说加拿湖山庄 据说最新的价格是低过一万元 可以考虑一下 好,回答回刚才的问题 究竟现在田宵在哪里呢?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 这里是屯门的青山寺 没错 就是那座青山的山中间 有一间庙叫做青山寺 事关之前 田师傅在节目里介绍Nofolain 就说 由Nofolain 几分钟就可以爬山了 再走几分钟就可以到海滩了 有网友挑战田师傅 叫田师傅示范一次 如何用Nofolain 几分钟就可以爬山了 刚才田师傅 就由Nofolain 走到他旁边的轻舌站 叫建新村 建新村的站 接着 615P 来到青山村的站 接着慢慢走上来 大概十分钟左右 已经到这座青山寺了 这座青山 就不让波罗山 波罗山容易爬山很多 青山真的少一点 脚骨力都不可以 事关中间的波道差不多垂直 有点省才可以爬山上去 所以 年轻人田师傅建议你试一下 如果譬如说退休人士 就真的量力而为了 不过田师傅 运动多年 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是没问题的 现在是下午5点钟 为什么选这个时候爬呢 就因为太阳没那么晒 如果中午你爬 是爬不到的 因为爬到半山腰 已经没了力了 现在是夏天 太阳落山就比较硬的 大概7点多钟 田师傅今天目标 是由山脚花了1个钟头 上到山顶 跟着下来 山顶真是很漂亮的 没爬过青山顶 是不属于住屯幕的 稍后田师傅会拍一些video 给大家看一下屯幕多么漂亮 Wilson 你挑战我的 现在我已经来到青山的半腰了 这里就是最后一个step 垂直的 大概做了半腰就可以攻顶了 田师傅差不多完成了你的挑战了 记得入飞啊 Wilson 不知大家见不见我 这段基本上整个青山 最有挑战的一段路 最有挑战的一段路 真的要游席才可以爬上去的 这段路 终于到达这个山顶了 青山最高的地方 583米 先和我的teammates打个招呼 Hello Rachel Hello Shadow Hello Edward 田师傅 晚上出来拍片就不是偷懒的 知道不知 刚才花了整个冬天 才要山脚爬上山顶 看田师傅的片 是不是很划算 你就看得爽了 田师傅就爬了一只狗 今天三十多度 要山脚爬上來 真心說不容易 最遠處那邊就是深圳 然後那邊就是元朗 中間有一片屋那邊就是天水圍 中間這一堆沒什麼屋的地方 這裡就是洪水橋 下面山脚就是屯門 這個角度遠處是望到香港島 然後看到一支反光的 整支針的建築物 那個就是ICC中心 這次 納佛寧的受到處 減樓的地方就是ICC中心 如果大家需要入飛 就盡快了 下面這裡就叫做黃金海岸 明早上田師傅會帶大家 由納佛寧 雅丹車過去黃金海岸體驗一下 藉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